大家好,我是小秋 阅读前麻烦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点点订阅 您的订阅是我更新的动力 我们今天分享的故事是 漂亮老婆半夜躲在浴室里偷吃 直到真相和我冷汗直冒 最近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我家买的牙膏总是用不了几天就用完了 但只有我和老婆两个人 每次刷牙只用一点点牙膏 也没有其他用途 有一天半夜 我发现老婆起床后 静止来到卫生间 我跟在后面偷偷观察它 透过卫生间的缝隙 我看到老婆对着镜子大口大口地吃着牙膏 好像非常饥饿一样 双手不停地挤牙膏 牙膏泡沫搞得她嘴上脸上到处都是 她还不停地伸出舌头舔的嘴角 看起来十分诡异 我站在卫生间门外 心里非常震惊 不知道老婆怎么了 我本来想问问她 但又突然想到不要说话 最近 我询问我的妻子为什么我们的牙膏用得如此之快 她告诉我 牙膏有很好的清洁效果 所以她会在洗碗和洗衣服时使用一些 但是 我最近发现我的妻子在晚上偷偷吃牙膏 显然 她一直在欺骗我 说她用牙膏来清洗衣物和餐具 但实际上她吃了它 我知道我的妻子的个性 如果我当场揭穿她的谎言 她会感到很尴尬 可能会回娘家待上几天 一天晚上 我看到她用完牙膏 只剩下一点点 她把剩下的牙膏放进一个杯子里 擦完脸后坐在马桶上 显得非常满足 就像是一个饥饿的人刚刚吃完一顿美食一样 我偷偷地看着她 但突然她站了起来 好像要出去 我迅速回到床上 假装睡着了 她也回到床上 躺在我身边 我心跳加速 我偷偷地看了一眼 发现她的背上有一条大约寸长的伤疤 看上去不是心尽的伤口 我和妻子结婚三年多了 我对她的身体非常了解 半个月前 我们还发生过性行为 我清晰地记得 她的后背皮肤白细细嫩 没有任何伤痕 那么 这个伤疤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她受伤了吗 我很想问她这是怎么回事 但又怕让她知道 我在暗中观察她 我假装睡着 听着她平静的呼吸声 看起来她已经入睡了 但我的心里却像翻江倒海一样 感到十分不安 为什么我的妻子会喜欢偷吃牙膏呢 还有她身上的伤痕 我为什么一直没发现 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让我感到越来越奇怪 一直到凌晨五点 我还没有入睡 第二天早上七点 我的闹钟响了 我赶紧起床穿衣 发现我的妻子也醒了 我上完厕所 准备刷牙时 我突然看到杯子里 放了一只新的牙膏 这只牙膏和昨晚她吃的牙膏 是同一个品牌 昨晚 不是她已经吃了一只牙膏吗 为什么现在又有一只新的牙膏 而且外观 与昨晚那只完全一样 如果不仔细看的话 根本分不出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试探性地问我的妻子 亲爱的 昨晚你睡得怎么样 我的妻子一边洗脸 一边回答 很好啊 你呢 我说 我也睡得很好 昨晚你去上了一次厕所 是吗 我的妻子一愣 但很快又恢复了笑容 是啊 昨晚肚子疼 上了一次厕所 我问 你的身体没事吧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我的妻子笑着说 没事 已经好了 今天你想吃什么早餐 我来做 我的妻子 平时不喜欢做早餐 现在却主动提出 要帮我做 显然是想转移话题 我原本想问她 昨晚吃牙膏的事情 但看她这样子 根本不想让我知道这件事 我说 时间已经不早了 我去外面吃早餐 洗漱完毕后 我和我的妻子一起下楼 当我们走到楼下时 我故意说 我有一份文件忘记拿了 让我的妻子先去上班 我回家拿文件 当我看到 老婆开车离开小区后 我急忙搜索 家里的抽屉和柜子 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的东西 于是我想起了 老婆喜欢在卫生间里吃牙膏 于是走到了卫生间 看看是否有什么异常情况 我仔细观察着卫生间 突然发现 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 不像是自然裂开的 我用手机一照 发现裂缝里面 有一个黑色的小袋子 我取下袋子 打开一看 发现里面装有几十只新牙膏 和几只用完的旧牙膏壳 我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今天早上 杯子里又多了一只牙膏 我估计他昨晚吃的那只牙膏 是从这袋子里拿的 而杯子里的牙膏 根本没动 我感到非常吃惊和困惑 因为我结婚三年来 从未发现 他有这样的怪癖 我将塑料袋放回了原处 暂时不想 让老婆知道 我在暗中打探他 我妻子阮婷今年32岁 是一家美容院的老板 她的外表高冷端庄 但私下里却很会打扮和保养 再加上她凹凸有致的身材 经常会吸引路人的目光 除了外貌出众 她还有一颗商业头脑 三年前 我们刚结婚时 她向我提出了 开一家美容店的想法 我支持她的决定 出资20万 加上她自己的积蓄 我们在市区步行街 开了家店 由于我忙于自己的事业 美容店由她全权经营 虽然我很少过问店里的事情 但店的生意一直很好 在她的努力下 店的业务越来越多 甚至在本市连续开了三家分店 现在 四家店的经营状况都非常良好 她也从一个乡下打工妹 变成了身家百万的小老板 她既有经商天赋 也懂得享受生活 经常把店里的大部分业务 都交给店长管理 她每月有一半的时间 都在外地出差和旅游 去过国内很多著名的景点和地区 我突然想起 老婆最近一次旅行是半个月前 以前我们加了一瓶牙膏 能用一两个月 但自从她旅游回来后 一瓶牙膏常常只能用不到一个星期 我开始猜测老婆偷吃牙膏 是从她回来旅游后开始的 难道这个奇怪的癖好和她最近的旅游有关系吗 我决定今晚偷偷打听一下老婆的情况 老婆晚上十点多回来了 一进客厅 就把包放在茶几上 说今天真是累坏了 忙到现在才下班 我问 你吃饭了吗 老婆点点头说 刚才回来点了外卖 老婆一边说一边走进浴室 洗完澡后 就躺在床上玩手机 我们简单聊了几句 老婆就说她累了 想早点休息 一会儿 老婆好像睡着了 我听到她的轻微呼吸声 我躺在她旁边 心里想着 今晚她会不会去偷吃牙膏 我闭着眼睛等了好久 老婆一直呼吸均匀 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我想 今晚她可能不会再去偷吃牙膏了吧 当我沉沉睡去的时候 突然发现我的配偶翻了个身 然后悄悄地从床上起身 她没有打开灯 穿上拖鞋 直接朝卫生间走去 然而 在她出门前 她又回头拿了床头柜上的手机 我想知道 她在卫生间里干什么 所以轻手轻脚地跟了过去 当我听到水声的时候 我偷偷地向里面看去 发现她正在洗澡 背对着门口 水从花洒中喷出 冲击着她那晶硬剔透的皮肤 她完美的身材 让我垂涎一滴 然而 我突然发现她后背上的伤痕消失了 昨天晚上 我还看到她背上有一条寸长的伤痕 但现在她却神奇地消失了 难道她的伤口已经康复了吗 接着 我的配偶用毛巾包裹着身子 拿起了手机 她的身体挡住了手机屏幕 我看不到视频内容 只听到一个声音说 还没有开始吗 我无法确定声音是男性还是女性 然而 我的配偶轻声哀求 求求你放过我 今晚不行吗 声音回答说 不行 我们要开始了 她又说 今晚我真的不想做这件事 我怕她知道 然后 那声音说 你可以不做 但是明天晚上八点 在老地方等我 如果你不来 你知道后果 听到这里 视频结束了 我的配偶放下了手机 脸对着镜子 露出了一种特殊的表情 我听到声音 好像是电子声音 不确定是男人还是女人 我不知道那人是谁 听完对话后 我感觉老婆好像被人控制了 那个人叫老婆在明晚八点在老地方见面 让我很不放心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于是我继续观察老婆 发现今晚她并没有吃牙膏 而是用吹风机吹干了头发 然后在马桶上坐了好久 好像在思考什么问题一样 过了一会儿 我发现她好像要走出卫生间 于是我赶紧轻轻地回到床上 不到三分钟老婆也回到了床上 然而我闭着眼睛却根本睡不着 大约一个小时后 我听到老婆均匀的呼吸声 我假装翻身时无意碰了一下老婆 但她并没有反应 看样子老婆好像睡熟了 于是我赶紧拿起老婆床头柜上的手机 我想看看刚才和她视频的人到底是谁 可是老婆的手机锁屏了 我弄了好一会儿 还是不知道她的开屏立马是什么 最终我把她的手机放回原处 心想明晚八点那人约她见面 那么我就暗中跟踪她 我要看看那人到底是谁 到了第二天晚上 老婆五点钟就下班了 回家时还带回来一个高瘦的小男孩 我认识这个小男孩 她是老婆美容店里的 清洁工赵阿姨的儿子 一个14岁的小男孩 名叫陶小雨 据老婆说 陶小雨的母亲是云南苗族姑娘 年轻时嫁到这里 后来丈夫早逝 她一个人带着小雨生活 平时她喜欢研究一些神秘的东西 比如风水和算命巫术 偶尔还有人找她看向算命 上次我去美容店里 还看到她拿着一本风水方面的书墩在墙角 看得津津有味 可我一点也看不懂 赵阿姨因为忙于工作 很少对陶小雨进行管教 因此她在年幼的时候 便养成了不良的习惯 比如抽烟喝酒 打架斗殴等行为 成为了大人们眼中的问题少年 但是陶小雨虽然很顽劣不羁 但她非常聪明 她有一项独特的技能 让我印象深刻 有一次 我和我的妻子一起去她的美容店办事 到了门口 她才发现大门的钥匙不见了 没有钥匙就不能进入店里 当我准备打电话给开锁公司时 赵阿姨说 不用打电话给开锁公司 我家的小雨可以试试 于是赵阿姨叫来了陶小雨 陶小雨只用了几根铁丝 将它们弯成不同的形状 不到五分钟 她就用这些铁丝打开了大门 她的开锁技能让我大吃一惊 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孩子非常了不起 这次 我的妻子带着陶小雨来我们家 我很好奇他们来做什么 我的妻子对我说 小雨的妈妈回乡下老家了 这几天她家里没人 今晚我叫她来我们家吃饭 小雨站在门口腼腆地笑着 对我说 叔叔好 我回答道 小雨 谢谢你上次帮我们开锁 快进来吧 小雨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我从冰箱里给她拿了一些水果 说 你先吃些水果 看了电视吧 一会儿我们就吃饭 小雨还是腼腆地笑着说 谢谢叔叔 她的样子和她平时作为问题少年的形象不太一样 这时小雨和我的妻子坐在客厅里看电视 而我则进入厨房做饭 大约一个小时后 晚饭就准备好了 我们吃过晚饭 老婆去了卧室 我和小雨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我和小雨聊了一些她学校的事情 小雨好像对这个话题不太感兴趣 基本上是我问一句她答一句 我假装看电视 但不时地描像挂钟 注意到快到七点了 可老婆还在卧室里 没有任何出门的迹象 七点半时 老婆突然出来 对我说 老公 一起去看电影吧 我心想 昨晚不是有人和她约晚上八点见面吗 怎么现在又叫我一起去看电影 难道他们要在电影院里见面 我点头说 好啊 我们好久没看电影了 去放松一下也好 老婆微笑着对小雨说 我们准备去看电影 你想一起去吗 小雨腼腆地笑了笑 目光转向我 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道 不会打扰你们吧 我心想 这孩子想得很周到 担心自己会打扰我们的浪漫 我说 小雨跟我们一起去吧 我和你妈妈都是老夫老妻 又不是初恋情侣 我驾车带着老婆和小雨到了电影院 在电影院大厅 我正在前台买饮料 突然有人在我身后叫我 杰哥 你们也来看电影啊 我回头一看 原来是我的老乡吴清风 一个出租车司机 他曾几次向我借钱 每次都迟迟不还 我印象中 他是个不讲信用 吊锒铛的人 吴清风手里拿着饮料 旁边挽着一位金黄头发的女孩子 看上去像是他的女朋友 我微笑着点头问道 你们也是来看电影的吗 吴清风回答说 今晚有空 就带他来看看《独夜》这部电影 听说挺不错的 他说完 目光无意中落在了我妻子身上 看上去完全被他吸引住了 几乎忽视了我站在他旁边的存在 吴清风这种肆无忌惮的眼神 让我有些恼火 他一直在打量着我妻子 似乎有话想说 却突然停了下来 他好像察觉到了我的不满 连忙微笑着说 你太太穿这身衣服 很有气质 刚才有点失礼了 抱歉 我想 如果我女友穿上也会很好看 我注意到我妻子脸上 出现了一丝不自然的神情 但她很快恢复了瓶颈 她微笑着说 如果你女友穿这套衣服 一定比我更好看 然后 她看了探手表说 快要放映了 你们可以聊一会儿 我去那边买点饮料 这让我有些警觉 我心想 难道我妻子是在利用买饮料的时间 和人见面吗 我赶紧说 我也去看看 有什么好吃的 于是我离开了吴清风 跟着妻子一起到那边买饮料 她买了一瓶奶茶 我买了一些爆米花 然后我们一起去放映厅 刚刚坐下 我看到手机上 收到一条信息 是吴清风发来的 杰哥 刚才那个是你的妻子吗 我回复说 是的 怎么了 吴清风向我提出要和我聊聊 让我有些疑惑 虽然她和我是同乡 但她之前还没有见过我的妻子 而她看着我的妻子时 那种眼神 让我觉得有些不舒服 加上她平时也常向我借钱 我猜她 这次也是要再向我借钱 因此 我回了一条信息 说我等一下还有事情要做 改天有空 我会请她吃饭 我们在影院里看一部美国大片 我坐在我妻子的旁边 小宇坐在另一边 我们一边享用着泡爆米花 一边欣赏电影 我发现我的妻子看电影时非常认真 仿佛完全沉浸在电影情节中 电影持续了120分钟 从开始到结束 她没有起身 也没有去上厕所 看完电影后 我想把小宇开车送回家 但她说不用我送 要去附近的网吧打游戏 我嘱咐她几句 提醒她夜间注意安全 然后我和妻子回家了 回到家已经快到12点钟 我想抱着妻子亲热一下 但她却突然退开了我 微笑着说 亲爱的 我今晚有点不舒服 时间也不早了 我们早点睡吧 明天还要上班呢 晚安 妻子这样说 我也不便再继续 我突然有点生气了 自从妻子旅行回来后的这半个月里 她从不让我碰她 每次我想要亲热 她总是找各种理由拒绝我 我躺在床上 闭着眼睛 怎么也无法入眠 我在想 昨晚视频里 那个人威胁要在今晚八点 和老婆在老地方见面 但是今晚她却和我一起 看电影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老婆改变了主意了 还是她完全不在乎 那个人的威胁 我躺在床上 想着老婆 今晚是否还会去卫生间 和那个人视频呢 我假装闭着眼 一直等着老婆去卫生间 但是我等到凌晨三点 老婆还是一直都没有去过 我感觉有点困了 正准备睡觉 突然感觉到我的手机轻微震动了一下 由于我平时睡眠不太好 为了不被打扰 我晚上睡觉 一般都把手机调成没有铃声的震动状态 我拿起手机一看 发现手机上收到了一条信息 老公救我1986年3月12日 短短的四个字加上一串数字 这个信息让我心里一惊 我看向床上 此时老婆正躺在我身边 呼吸均匀 看起来睡得很熟 而她的手机则放在床头柜上 显然这条信息不是她发的 我看了一下这条信息的发送时间 就在一分钟之前 而我的手机上显示 发送这个信息的是一个陌生号码 这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是有人发错了信息吗 这个信息让我感到困惑 我立即回复了这个号码 询问你是谁 等待几分钟却没有得到回复 我试图通过回播这个号码 来联系对方 但是电话却一直无法接通 因为对方的手机已关机 我开始怀疑 可能是别人不小心 发送了错误的信息 于是我把手机放在床头 准备睡觉 但是突然我想起 这个信息里的数字很奇怪 似乎有些熟悉 1986年3月12日 这不是我的出生日期吗 我是1986年3月12日出生的 除了我的父母 妻子和几个亲历的朋友之外 知道我的生日的人并不多 因此 这条信息似乎并不是一条误发信息 他说 老公救我1986年3月12日 看到这个信息 我非常困惑 但是 我的妻子 此时正在熟睡中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躺在床上 思维混乱 突然 我想起今晚在看电影时 吴清风看到我的妻子时 流露出的欲言又止的深情 而且他发信息 说想和我聊聊 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决定给吴清风打电话 询问具体情况 我假装去上厕所 轻轻拿着手机来到卫生间 找到吴清风的电话号码 拨通后 意料之外 电话很快接通了 原来他正在开车 吴清风说 杰哥 我知道你一定会打给我 我轻声说 你在今晚看电影时 给我发了短信 说有话要和我说 到底是什么事情呢 吴清风回答 杰哥 你是一个很好心的人 因为你曾经借钱给我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 我必须要告诉你 我说 那你就快点说吧 不要拐弯抹角 吴清风说 我觉得你的妻子有些奇怪 我赶紧论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吴清风说 上次我看到你的妻子 和一个男人在一起 他还称了一个男人为老公 我在想他是否有外遇了 听到这句话 我有些生气 要求吴清风说得更加明确 吴清风接着说 上周三晚上 我在辉煌 酒店门口等客人 突然一男一女 从酒店里走出来 上我的车 让我送他们去壁湖山庄 那个女人大约30岁左右 非常有气质 我偷偷多看了几眼 发现他和那个男人的举止 非常亲密 他还称那个男人为老公 他还说什么 只要搞定了那个小毛孩 计划就可以立即实施之类的话 我说 难道你看错了吗 吴清风回答 一点也没有错 那个女人就是你的妻子 那天晚上 他穿着无袖短裙 在接电话时 我看到他手臂上有一个红色的玫瑰花纹身 这样说来 吴清风说的是真的 因为我妻子的手臂上 确实有一个红色的玫瑰花纹身 当初我们恋爱时 我还陪他一起去红身电纹了这个图案 我心里快速跳动 问道 除了这些 你还听到他们说了什么吗 吴清风沉思了一会儿 然后回答说 我听到那个女的说了一些话 好像是关于他和另一个人长得一模一样 但那个人根本分不出来 反正我没听懂 听完吴清风的话后 我思考了很久 想到了之前的信息 突然 一个奇怪的想法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难道躺在床上的不是我的妻子吗 这个想法让我感到不寒而栗 我又想起 我的妻子本来没有吃牙膏的习惯 但现在却喜欢吃牙膏 难道她真的不是我的妻子吗 如果躺在床上的不是我的妻子 那么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呢 为什么她和我的妻子长得一模一样 而我的妻子又在哪里呢 我的思绪一片混乱 我的双手开始颤抖 我在卫生间里待了很久 内心十分不安 我无法确定躺在床上的女人 到底是不是我的妻子 思前想后 我决定先冷静下来 不要惊动她 不管床上的人是不是我的妻子 等到天亮后 我会试探一下再做决定 想到这里 我的心情稍微平静了一些 我伸手打开卫生间的门 刚准备出去 忽然惊叫一声 啊 我发现卫生间门口站着一个人 而这个人就是躺在我的床上的女人 我结结巴巴地问道 老 老婆 你怎么站在这里 这个女人盯着我 轻轻地说道 我醒来时发现你不在床上 我猜你可能在卫生间里 就来看看 我说道 我刚才肚子有点不舒服 上了一下卫生间 现在好多了 我们去睡觉吧 我握住这位女性的手 带她来到床边 她穿着一套低龄蕾丝吊带睡衣 肌肤白皙细腻 在昏黄的台灯下 她的睡衣散发着一种神秘的魅力 显得非常诱人 她注视着我很久 然后突然牵起我的手 脸上露出温柔的表情 亲爱的 我最近一直忙于工作 平时可能有些疏忽了你 你还爱我吗 她炽热的目光让我心跳加速 但我不确定她的意图 我回答道 当然 你是我的妻子 我爱你 虽然我这么说 但我内心感到有些紧张 她看起来像我的妻子 但又有些不同 我无法确切描述哪里不同 她看着我 突然吻上了我的脸颊 她身上散发着一种独特的香味 让我不由自主地呼吸急促 接着 我感到整个人都被激情所冲昏 失去了理智 我想把她抱上床去 但她突然推开了我 静止走向客厅 我心想她要去干什么呢 不久她又回来了 手里拿着两杯红酒 笑着对我说 亲爱的 我已经好久没有照顾你了 今晚我要让你感受一下特别的滋味 她的话让我觉得有些奇怪 但是由于激情的冲动 我没有多想 拿起酒杯和她碰了一下 然后一口气将红酒喝了下去 我放下酒杯 搂住她的脖子亲了两下 正当我伸手要解开她的睡衣时 突然感觉头脑一阵眩晕 随即倒在床上 我感到非常疲倦 唾切想要睡觉 就在我即将闭上眼睛的时候 我看到这位女性露出了一个奇怪的笑容 当我醒来时 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地下仓库里 四周是一堆堆杂物和纸箱 而我则被绑得双手双脚紧紧地附在地上 这位女性站在我面前 让我非常惊恐 于是我喊道 你为什么要把我绑起来 快把我放了 你究竟是谁 难道你就是我的妻子吗 这位女性吃笑道 我还以为你很聪明 看来我高估你了 到现在你还在问这样愚蠢的问题 我大声问道 你是谁 为什么要绑架我 这位女性冷笑道 你很快就会明白的 先看看她是谁 她用手掀开旁边的塑料布 我发现布下面躺了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的双手和双脚都被绑住 嘴巴还被黄色的胶带封住 她睁大了眼睛 想说话却发不出声音 我仔细观察着眼前的女人 发现她的外貌和身形 与我的妻子完全一致 在我们的目光相遇的瞬间 我立刻认出她就是我的妻子 阮婷的双胞胎妹妹阮琳 突然想起 妻子曾提到她的老家 还有个叫阮琳的双胞胎妹妹 难道眼前这个女人就是她 我高声叫出妻子的名字 婷婷 你怎么样了 你怎么会在这里 阮婷摇晃着头 睁圆了眼睛 但喉咙里却发不出一句话 这个女人走到我身边 嘲笑地说道 现在你知道谁才是你的妻子了吧 我大声喊道 你就是阮琳 她冷笑了一声 没错 我就是阮琳 我问道 你为什么要绑架我们 她阴阳怪气地回答 这个问题你应该问我的姐姐 阮琳说着走到阮婷身边 您笑着扯下了她嘴上的胶带 别嘴笑着说道 姐姐 你告诉你的丈夫 为什么我要这样做 阮婷喘着粗气 对阮琳说道 小琳 你千万不要冲动 你先放了我们 有什么要求姐姐都答应你 毕竟我们是同胞亲姐妹 有事好商量啊 阮琳冷笑一声 同胞亲姐妹那又怎样 凭什么你有豪车 豪宅 还有一个爱你疼你的丈夫 而我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你让别人做美容店的店长 而不让我做 我们长相一样 你又不比我漂亮 为什么你过得那么幸福 而我过得那么痛苦 他们的对话让我感到有些困惑 但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这个女人真的是我妻子的双胞胎妹妹 难怪她的身材和外貌 与我妻子一模一样 我竟然没发现 我对阮琳大声喊道 你为什么要绑架我妻子 为什么要假扮她 阮琳走到我身边 冷笑着说 兄弟呀 你真是太傻了 我们一起生活了十几天 你居然都没发现 我想体验一下 像你妻子一样 对别人宠爱的感觉 有什么不行 为什么我姐姐什么都有 而我一无所有 明明我们是双胞胎姐妹 我不理解她的逻辑 也没心思跟她辩论 只是问 你想怎么样 阮琳冷笑着 打开身边的门 把一个人推了出来 我一看 惊讶地发现 是陶小雨 陶小雨的手脚 都被绳子绑着 只能小心地挪动着脚步 我说 你为什么要绑架陶小雨 她还是个孩子啊 阮琳冷笑着说 没错 她是个孩子 但她不该威胁我 我问道 她怎么可能威胁你呢 她只是个孩子 阮琳扯掉 陶小雨嘴上的胶带 冷笑着说 你乱问她对我做了什么 陶小雨喘着气 双眼瞪着阮琳说 坏女人 你不得好死 早知道你这么狠毒 我应该早点告诉叔叔 阮琳瞪着陶小雨 突然露出邪恶的笑容 从盒子里拿出一瓶牙膏 捏着陶小雨的嘴巴 狠狠地往她的口中挤牙膏 她一边挤着牙膏 一边说 你居然敢威胁我 我要让你尝尝吃牙膏的滋味 阮琳挤了一会儿牙膏 然后拿了一瓶矿泉水 捏住陶小雨的嘴 狠狠地灌进去 陶小雨被呛得满脸通红 咳嗽不止 阮琳邪恶地对陶小雨说 牙膏好吃吗 陶小雨咳嗽了很久才停下来 喘着粗气说 你这臭女人 你比我更清楚 你不知道 半夜偷吃牙膏的滋味吗 女人听了这话 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 她狠狠地打了陶小雨一个耳光 说 你都要死了 还嘴硬 你竟然用什么 巫术来威胁我 我要让你尝试被人威胁的滋味 说完 女人拿了一个玻璃杯 里面有一杯红色的液体 她把玻璃杯放到我面前说 如果你把这杯红酒给陶小雨喝了 我就放过你和你的老婆 我不知道玻璃杯里是什么东西 看液体的颜色肯定不是好东西 我的妻子焦急地在一旁喊道 老公 千万不要啊 那肯定是一杯毒酒 阮玲冷冷地盯着我 看着我迟迟没有动手 于是她冷笑着说 好吧 你不想动手是吧 那你们三个人一起死 阮玲从彩布下面拿出一个绿色的铁桶 猛地扯开铁桶盖子 把里面的液体倒在我们周围 我马上闻到散发出的浓烈味道 心里暗叫一声 糟糕 这是汽油 阮玲拿出一个打火机 一边向门口走去 一边笑着说 你们一起去死吧 阮玲咯咯地笑着 那声音比哭还难听 就在她准备点火的时候 突然躺在地上的陶小雨一跃而起 冲到阮玲身后 用力地把她推倒在地 阮玲没有防备 一下子被推了个跟头 打火机也掉在地上 陶小雨赶紧捡起地上的打火机 一下子扔出窗外去了 阮玲刚想从地上爬起来 陶小雨顺手捡起地上的 一块厚厚的木板 狠狠地打在阮玲的小腿上 阮玲的脸色扭曲了起来 她挣扎着试图站起来 但陶小雨手持木板 又狠狠地打了两下 最终阮玲还是没能站起来 只能在地上挣扎着 陶小雨把阮玲按倒在地上 恶狠狠地说 你这个臭女人 你以为你用一根小小的绳子 就能束缚住我吗 我连防盗门都能打开 更何况是你这种绳子 阮玲一边挣扎 一边恶狠狠地说 你竟然敢袭击我 我要你死 陶小雨用力地朝着阮玲头上 打了几拳 突然阮玲闭上了眼睛 不再动弹 旁边的阮玲大声尖叫 小雨快停下 你不能打死她 她是我的亲妹妹啊 陶小雨走过来 帮助我和阮玲解开阮玲身上的绳子 我们走到阮玲身边 我用手一摸 发现她并没有死亡 只是昏了过去 我正要拿出手机报警 却被阮玲制止了 后来阮玲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我问阮玲 你妹妹为什么要绑架你 阮玲说她妹妹从小就患有精神疾病 遭受到刺激就会发病 可能是上次她和妹妹一起旅游时自己的某些行为刺激到了她 那晚回到美容院 她妹妹在她的饮料里下了迷药 然后把她关进了一个地下室 关于妹妹这种行为 连阮玲自己都感到莫名其妙 我问阮玲 那你妹妹为什么要冒充你 并住在我们家里 阮玲经过长时间的思考 提出了她妹妹阮玲绑架她的原因 阮玲认为 阮玲可能是因为极度豁想体验 有丈夫疼爱的家庭生活 由于阮玲患有精神病 她的行为和思考方式与正常人有所不同 这使得她的举动可能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合理 当被问及昨晚发给她老公救我1986年3月12日信息的时候 她的妻子否认了这一点 并表示自己被绑在那里 没有手机 不可能发信息 她再三询问她是否发送了此信息 她坚决否认 这让她感到不可思议 她决定继续打电话给这个号码 结果电话通了 里面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原来 这个男人是阮玲的追求者 在吴清风曾经提到的那个晚上 和阮玲一起坐车 她知道阮玲患有精神病 她担心阮玲会伤害她的姐姐 并且不想把事情闹大 但又不想让自己卷入其中 因此 她决定用她的妻子的名医发送这条信息 希望她能去解救阮玲 她的回答出乎她的意料 因为她一开始认为 这条信息是她的妻子发出的 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男人发的 对于这些问题 最终答案都在陶小雨身上找到了 那天晚上 阮玲在姐姐的饮料里下了迷药 把她迷倒了 当她试图把昏迷的姐姐 关进地下仓库时 被躲在暗处的陶小雨 目睹了整个过程 陶小雨当时正在地下室里 准备偷点货物去卖 以便到网吧去打游戏 陶小雨亲眼看到了阮玲的阴谋 并用手机拍下了视频作为证据 她还利用手中的视频 向阮玲勒索了一些钱财 一次陶小雨找阮玲要钱 阮玲给的数目没有达到陶小雨的要求 于是陶小雨在她身上下了苗族鼓树 这鼓树是她妈妈像一个客人传授技术食物 意中看到的 陶小雨并不知道这个鼓树是否有效 只是觉得好玩 想在阮玲身上试一下 没想到这个鼓树还真的有效 陶小雨对阮玲下了鼓后 阮玲身上第二天就出现了很多红色的伤疤 这些伤疤只有吃牙膏才能缓解 原来阮玲经常半夜偷吃牙膏 是因为被陶小雨逼迫 我终于明白了那晚看到阮玲后背上有伤痕 第二天又没有看到的原因 阮玲吃了大量的牙膏后 伤痕第二天就自动消失了 那个晚上 有个人和阮玲在卫生间进行视频通话 还对她说还不开始了 你知道那是谁吗 那一人就是陶小雨 当时她正在网吧上通宵 因为阮玲白天给的钱太少 让她很生气 于是她命令阮玲和她视频 要求她吃牙膏 否则就会将视频传播出去 尽管阮玲很生气 但她也没有办法 那晚她并不想吃牙膏 但陶小雨威胁她第二天必须和她见面 并带她去看电影 阮玲担心自己单独赴约会会引起你的怀疑 于是提前将陶小雨带到了家里 以免你产生疑虑 随后 陶小雨一直勒索阮玲 阮玲无法忍受 便找了一个借口骗她见面 并在她的饮料中下了迷药 陶小雨被迷倒了 被阮玲带到了地下室 由于陶小雨经常做一些开锁偷盗的事情 所以她身上经常携带铁丝和小刀片 那天晚上 她被阮玲绑架后 趁着阮玲不注意 偷偷用身上的刀片割断了绳子 之前我一直以为 陶小雨只是一个不懂事的14岁孩子 没想到她竟然是那个 让阮玲吃牙膏 进行视频通话的人 现在的孩子真的很早熟 有些甚至比成年人更聪明和狡猾 到了这个时候 所有的谜团都已经被解开了 故事也快要结束了 我和我的妻子又重新开始了正常的生活 我们仍然会定期去看望阮玲 每次她看到 我们就会热情地称呼我们姐姐和姐夫 就好像那些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有时候我会想 阮玲当初绑架她的姐姐时 是不是真的是精神病发作了 我有点怀疑 但既然阮玲这样说 我还是选择相信她 因为除了这种解释 我实在找不到别的答案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欢迎在下方留言 小秋会尽量满足您的需求 在下方留言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